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调节我们夫妻两个人多年产生的矛盾和感情问题吧 矛盾主要是集中在哪方面 不能互相理解吧 这个给你们这个家庭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几乎破裂 实际上我的要求很简单 我就想要一个安安静静的温暖暖的家 无论在外面多辛苦 回到家里能看见老婆笑一下 看见儿子能亲一下 现在这个家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老婆的冷漠 儿子的疏远 亲人的远离 身边的所有的人都说你错了 我就想不明白 我活了四十多岁的人了 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 他想总结局总结局 我没法说 我说的话他大部分都不听 他根本都不理 他认为我说的都是错的 不管哪方面 他认为他都对 没错 明白 这是你认为你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最主要的原因 对 所以你今天来这是希望李先生能够改变 身边所有的人都说他错了 可李先生却偏偏想不明白 自己到底是哪里做错了 而这也是他婚姻极其可危的根源所在 他举例说明 王女士跟他在二婚结合后生了一个儿子 李先生是欣喜若狂 他亲手为儿子制作了一样礼物 可妻子却说他大错特错 因为我们俩都是彼此在婚的家庭 他的出现实际上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一种的感觉 他把我救活了你知道吗 而且第二年呢 又给我生了一个孩子 这无形当中在我心里来说 他救活了我两次 老婆把孩子生出来以后呢 我那种兴奋呢 就相当于一个人死了以后被埋在地下 八年的时候 又被活活扒出来的那种感觉 可想而知当时我有多兴奋 我就想陪老婆多陪一天四一天 从我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开始 到孩子今天为止 我给我孩子用手机拍那个视频呢 我就没断过片 我拍那个视频以后呢 我要去网络 我用电脑呢就把它做成视频 做成MV 加上音乐 加上字幕 加上这些东西 弄得以后选最好的景 做出最感动的 有时候我自己看到我自己的视频 我都哭你知道吗 感动的哭 我就想给我儿子长大以后 留一个最美好的记忆 一个视频我要做三天 因为我是业余的嘛 不干活就去呗 不干活就去网络了 大家干嘛 大家管人的生意 大家管老爷 怎么李先生笑得这么开心 他说我弄不务正业 就是说你该干活的时候 你干活 你不要把精神成来当晚 放在这上面 但是我那个一门心思的吧 就没有干活那种心情了 就是说什么吧 出于那种兴奋的状态 王女士这点你能理解吗 那也不能广威 不吃不喝了 所以你是很现实地看到说 你如果成天成天浸浸 在这种幸福里面不去工作 就没吃没喝了 对不对 现实摆在这里 你得出口去 你不能甜甜甜甜 但是他至少真的是 他确实是在帮儿子 做这样的一份纪念 有一点点感动嘛 虽然也有生气我知道 那你这种感动 或者这一点点认可 你有跟李先生说过吗 告诉他 说过你不能以这个为主 咱不能以这个为主吧 最后落脚点又是落灾 你还得去工作嘛 对 那不工作怎么办 我又不能工作 我得看孩子 我想问一下李先生 就是王女士的这种话 出来对你来说 是一种什么感觉 委屈嘛 委屈 一盆凉水浇下来了 热烈就感觉到 对 全都浇灭了 李先生精心为儿子 制作电子纪念册 可王女士却觉得 他这是不务正业 远不如出门赚钱买奶粉 来得实在 尤其是对于生活 劫据的他们来说 养活孩子才是当务之急 可是李先生 显然还没理解 王女士的心思 过了一段时间 他又为王女士 准备了一份 表达爱的礼物 可没想到 这份礼物 却让王女士翻脸了 她一直用着一个破手机 所以我就偷偷地 我想尽办法 我骗她 哄她嘛 我给她买了一部手机 我说是移动公司 不花钱的 我说是免费送的 本身是一个好业 结果她醒了什么事 她给她大姐说 移动公司搞活动了 手机不要钱 快去弄啊 结果她就喊着 给她前夫的儿子 给她要弄一个 你说我的网言 不同自破了吗 结果她知道了 回来又给我生气 我说行啊 我是为了给你 换部新手机啊 我不是给我自己换 是 我是撒了谎了 但是我不是为了 想让你换部新手机用吗 结果呢 王女士对你不依不饶吗 对 我们俩又打架了 谁先动的手 动手是我先动的 确实我 我的脾气也有点火爆嘛 就动手了 王女士 就是你能不能感受到一点点 她是想讨你开心这件事 总有一点让你可以肯定的吧 有一点点 还是有的 那至少 王女士心里还是领情 只是觉得你不大会过日子 她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告诉我呀 因为我拼命辛苦挣来的钱 我舍不得吃 我舍不得喝 我为了你 哪怕就杀一个黄而已 但是我是纯粹为了你呀 你没必要这样对我呀 可以说我两句 或者是说 你不应该怎样 咱们有钱 咱不能这么乱花 你可以告诉我这么惹 她不 她很强硬的 然后就说 你不过日子 你不是个好男人 不想乱花钱 不该花钱 不该花钱 因为在腿没有 我都死大事 有什么说什么 我不想弄那些虚的 那一笔要 电话能接能打就行 这男人是可能有些 不大会过日子 但是他 一切都是为了你 他不是为了自己 这情有可原吗 这时候我就跟他说过 没必要的就不要呢 咱们那个条件 咱不要 换作一般家庭 送老婆手机 大概都会是意外的惊喜 可在王女士这儿 这份浪漫却是浪费 摆明了 这个丈夫不会过日子 尽干些不切实际的事 这让李先生实在无法理解 过了段时间 恰逢过年 他又憋着价 给妻子做了顿大餐 令人没想到 这一顿年夜饭 居然成了他们夫妻的 分手饭 17年的时候 我把什么东西 我都买来了 对联 菜 我买了好多的菜 我就想着 我一定让我老婆孩子 过一个好年 当时的 我都想他买的东西太多了 因为咱没有钱 就占两个人 你怎么吃 一个冰箱那么大 都放不下 我的现在干净 天天都有买的 你买那么多干嘛 天天吃新鲜的不好吗 你得吃鸡鸭的 你觉得他为什么 要买那么多东西 有钱 手上有两个钱了 赶紧花 太鲜的 不是一般的鲜的 过年了 你花了这么多钱 买了这么多东西 你看你又乱花钱了吧 我说了你还是不听吧 你问他钱哪来的 他一冬天几乎是没上班 他想说的是 我用的是那个 办那个信用卡的钱 是这个情况吗 有我挣的 也有信用卡里面出来的 并不是说全是信用卡的 你知道他怎么发的 我不认识 你挣钱 我不知道什么是信用卡 这话什么意思 就是赖我 是因为要给你花钱 所以才被迫去办 对 有点这个意思 因为我并没花在我身上 我没舍得吃 他越赞我越生气 我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全都还安身上了 我疼自己的老婆 我要别人知道吗 那是我自己的老婆 我疼得理所当的 我疼得光明正当 我凭什么要让别人去知道 然后呢 就因为我放了一段音乐 刚刚把音乐放开 他抱着孩子就走了 你放了什么音乐 就是像放母曲啊 很轻快的那种 他说的放得太香了 放得定了 你还有邻居呢 你不能影响人家呀 我问他 你自己在家睡到吧 你让他出去溜溜去 中午在他家身上吃的饭 他给我打电话 说小孩子睡了 他等小孩子睡醒了 说回一下 一个机里挤 一个机里挤 然后呢 我就没当回事嘛 我就把对联贴上了 把卫生打扫了 把八个菜 我全部做出来了 鱼 肉 牛肉 炒菜 拼盘 我自己精心拼的盘 也摆上了 我想到我老婆回来 一定特别惊喜 但是我从上午开始 给他打电话 打到下午四点 他不来 说什么都不来 我说过年了 人家都在家里面 我说过年你老婆抱着个孩子 往外跑啥 他说我不回去 我什么时候心情好了 我什么时候回去 好说硬说 他孩子不理 他不理我就骂了嘛 我说你真是混蛋 我说有什么事你回来 咱们面对面地说 什么话都骂了吗 骂开以后下午他回来了 他回来以后我们俩就争执嘛 我实在憋不住了 我就上去就打他了一拳 打他的嘴就是流血了 邻居也劝 当时我都正在火上 邻居也劝不住嘛 买的东西太短 摆了一屋 我连下绝的空都没有 摆了一屋屋子下脚的地方 另一方子小嘛 我说张绝掌去了一下 我得过去 从那时候开始动的时候 上去就坐 我还抱着孩子来 说我难听他就骂妈 那我还回来干嘛 我走着说了 又走了 走了多少天 因为一顿饭 一走就是一年半 王女士走了 把孩子也带走了 年三十二那天晚上 李先生以泪洗面 我只希望能好好地过一个年 到今天为止 我们俩没在一起过一个春节 我想给我最爱的人 过一个春节 我要求并不高 他不回来抱着孩子走了 你知道那一头一晚上 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我只要哭了一夜 你在演 我只要马上就走 是吧 他说我在演 李先生悲悲怯气气 可妻子却觉得 他在演戏 而且李先生 越是这番情深的作态 他就越是受不了 总觉得 丈夫爱得过头 像是作秀 所以在这离开的一年半里 无论李先生怎么求他 王女士都没有回来 这让为爱情深的李先生 如何受得了 终于有一天 李先生突发奇想 放出了一个大招 把所有人都给吓坏了 他的调解继续进行 我就写了一封遗书吧 就想吓吓他 也不是想说想真实 就到农资公司 买了一瓶农药 然后喝了一口 当时呢 我舌头就整个都填满了嘴了 喉咙就像火烧一样 当时我就害怕了嘛 于是我就不敢再喝了 我就往身上泼嘛 我说就截子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不行了 我说你赶快来吧 我说别管怎么着 我接你最后一面嘛 当时我的幻想是 他会丢下孩子 赶快跑过来 然后说别管怎么样 你先别死 咱们俩有事怎么解决 这是我幻想的 朋友给他打电话 我听得很清楚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 我不去 万一这农药 把我和儿子要一要死了呢 接着就挂断电话了 再打就不接了 当时那一刻 我是真绝望了 这是假的 我知道是假的 所以说我没去 你 我为什么要去 你不担心这次万一 真要喝出个三下两点 假的 我知道是假的 我总没去 我总是阿爸去 我爸爸你去看看你嘛 阿爸盯到医院 给他洗碗味 把爸爸走的 你即便是知道是假的 最起码来说 夫妻之间的那种感情 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 最起码来表示一个安慰一下 你也能来一下 你不会用别的方式吗 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找他 他担忧过接的 去啊 我去他家的呀 凌晨四点钟 我跪在门口 我写了一个牌子嘛 我说爸妈 我错了 老婆孩子回来吧 我说我以后一定改 五年多 我爸爸去开了门 我请了小说的 他爸五年多都开了门 把我接进家去了 他在卧室里面 他就说 你丢得起人 我们家丢不起 赶快滚 他就用我在他家的闹 当时他妈就冲出来一鞋底 把我抽出来了 说 什么时候改好了 我女儿什么时候回去 看你的表现 但是这个改好的期限 他没给我规定说 你多长时间呢 我就根本就没个希望啊 是你没想让他 什么时候回来才回来 而不是说我改好改不好的 阿妈好他 你别弄这孩子来演戏了 我说只要能把老婆换回来 我演戏我也得演 他别否则就会 阿妈没那么大的气 哪有这样说话 你死来道歉的 你孩子来是干嘛的呀 有错吗 我为了换回我温暖的家 换回我的老婆 谎言能换来吗 我生死了就不叫谎言是吗 没换给你的骨头 错也认了 息也跪了 李先生是越表现出离不开妻子 王女士就越是起鸡皮疙瘩 难道李先生真是把婚姻 当作了他的戏台了 其实李先生在经历了种种后 也仔细地反思了 他觉得他现在的种种表现 和小时候一段特殊的经历分不开 我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 出了工商嘛 我母亲用十一年的时间 把我父亲从死亡的手里面 硬抢回来 当时我妈就把我丢在了山沟里面 跟着我改嫁的奶奶 关键是我在那边过的 不是人过的日子 后爷对我每天的虐待 三岁的孩子 我这个牙是被我后爷 硬硬提起来摔到地上摔断的 我恨了我妈一辈子 一直恨到我当兵回来 我给我妈说不了三句话 她想弥补我 可是我不忍她呀 她每天就把饭做好了 等着我回去吃 我不回去 我妈就给我送到家里面 然后我就骂我妈 我说我要你送啊 你早干嘛去了 你就不配做梦境 我妈就没说话 低着头 马在那里就走了 我恨她丢了我十一年 没有母爱 但是当我想过来的时候 我后悔的那一天 我妈突然离开了 这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为什么说没就没了 我到今天四十五岁了 我想我妈 我好好想 我想我妈 我想那我都不想活 我四十五了 我还需要母亲 我好恨我自己你知道吗 我真的恨我自己 你以后觉察四点 不要想那些甜美 如果真的有如果的话 我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真的 我一定是天底下最好的人 你到现在还没有走出这个 没有 心里还缺点什么呢 母爱 从她身上找 但是她是你老婆 她不是你妈妈呀 但是我希望从她身上能找回 我母亲的那种感觉呀 李先生曾经无比渴望爱 但她却在这份爱回归时 拒绝接受 当她发现那份爱突然间消失 再也无法挽回后 她追回莫及 痛彻心扉 所以当她遇到王女士 再一次拥有爱的时候 她无比珍惜 想尽一切方式去表达 但是这为什么会成为 众人眼中的错呢 心理咨询师蔡建宏 给出了答案 李先生 你的生活中 确实是有一些盲区 你没有自己独立的一个 存在感和价值感 你所有的存在的感觉 美好的活着的感觉 都建立在关系上 妻子爱你的时候 你觉得我活过来了 你爆出口 你打人 你甚至不惜以死亡 威胁的手段 去换回一点 他人对你的关注 关心 那这样做的结果 就让事情越变越坏了 关系越来越糟了 当你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 没有自己独立的存在感 和价值感 你所有的 活着的好的感觉 都建立在关系上的时候 你的生活 必混乱 人生再次要抓那个主轴 这个主轴 不是掀起抓那个关系 我们古人说 皮之不纯 毛之焉负 皮都没有毛负责在哪呢 你自己独立的人格都没有 关系建立在哪呢 第二个点 我看到你的一个盲区就是 你以为 你在行为层面为别人付出 你就是为别人好 你会觉得我钱是发在你身上 不是发在我身上啊 你觉得我为你付出 你好歹得领个钱吧 是不是 我们行为层面的付出 究竟在满足谁的需要 如果是满足对方的需要 对方也需要你这么去做 好 那你是为对方付出 如果你是在满足自己内在的一个需要 那其实是在为自己的付出 比如说你为他买手机 可是你其实不需要一个好手机 他会觉得他在试过日子更重要 是你在联系他 是因为你的内在有一份很强的自怜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不得他用那个破难的手机 当你为他买好手机的时候 现象看是在为他付出 实际上是在满足一个 自疼自爱自怜那个需要 好 你所有这些误区呢 我们大家都看到 其实跟你早年的生活经历是有关系的 三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工伤 其实相当于父亲就已经没有能力来爱你了 然后母亲所有的经历去照顾父亲了 相当于母亲也不再有经历来爱你了 所以在你人生的早年 确实留下了很多的缺憾在里面 那这个遗憾就转化成 现在你变成了一个非理性的 不顾别人是否需要的 去抓各种关系 去补偿你早年缺失的爱 我想说的是哈 李先生 你现在其实很需要做的一点 不是说让别人来爱自己 我们可以通过去爱别人 爱妻子爱孩子 爱身边所有的亲人 不问回报 因为那是在满足一份 我对我自己早年缺失爱的一个弥补 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其实你内在那个缺失感 就会被慢慢地得到补偿 南方 大年三十的时候对吧 尽管你是在想 我要买许许多多的好菜 让我心爱的女人过一个好年 八年了 我没有过一个好年 这个年我也把它过好 你的初衷 你的出发点都是好的 可是你不能吃了这一顿 下一顿怎么办 这个月日子过了 下一个月怎么办 你两代空空 身上没有钱 人要生存需要什么 度假过日子 财迷油盐降低 查明天在哪里 这就让你的妻子忐忑 你这个妻子 她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好女人 因为她选择了你 她无冤无非 我觉得有时候 一个男人一定要懂得 我自己要的 不见得一定是她要的 一定要学会换位 你知道吗 你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这一点你一定要干 你一定要记住 你来金牌条件 要什么 要解决什么 你要有数 你在生活中 妻子要什么 我自己要什么 自己也要有数 这要有数梁子在你心里 不想了 要叫她实地 好吗 男人有男人的责任 丈夫有丈夫的担当 王女士 我就觉得 是不是有一点 泪绝无碍 然后有一种 破罐子破摔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呢 你处事的方式 和你的丈夫之间的 这种交流方式 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躲 就好像躲 就是你的一种保护色 就是你看似无情 但是我们依然 也能够感觉得到 你有你温情的一面 比如说你的丈夫呢 服毒嘛 对吧 去威胁你 然后你电话说 没关系 我不管他 然后呢 你给你的父亲打电话 让你的父亲 到家里去看看他 到底有没有事 对吧 这其实也说明了 你对他并不是 不管不顾 你对他只是换了一种 方式的关心而已 这是我们解读到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比较能够吃苦耐劳 对吧 比如说 我不需要这个新的手机 我只需要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其实这种想过日子 想要把这个日子给经营好 这种勤俭节约的 这样的一种品质 其实也是让我们所感动的 但是你的一个文艺的问题就是 少了一点语言上面的交流 少了一点肢体上的这种热量的传递 你就会让别人对你产生误解 我们为什么会说能够解读到这些 是因为我们接触了很多的案例 但是你的丈夫他不是 对吧 你就是他的天 你就是他的地 你这个时候你对他不管不问的话 那么他的天和地就塌下去了 所以能否在让自己的状态 比较好的情况之下 能够学会一点点语言的表达 我们不令语言的赞美 这样是不是就会更好一些呢 当你赞美之词够了 然后那种对于丈夫的这种欣赏够了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丈夫也一定有非常大的干劲 去为这个家里去做更多的努力 为这个家里去挡风遮雨 我看好你们这一对 好吗 观察员纷纷给出建议 而调解员胡建云 却发现了一个他感兴趣的东西 那是李先生曾经写下的一份 家庭事务管理规定 上面写着 丈夫有义务哄老婆开心 否则罚款一百元 丈夫抽烟罚款一百元 丈夫不讲个人卫生罚款一百元等 许多有意思的约定 对于这份家庭事务管理书 调解员胡建云将作合平息 我这里看到你们家里面 一个很有意思的文件 就你们夫妻家庭内部事务管理规定 其实从这里面看得出来 就是李先生对这个家很多期待 也很想通过自己的付出表现 拿到自己内心的一个平衡 满足自己对于家庭的期待和渴望 为什么我会说你这里面充满了期待 因为你考虑得非常全面 看得出应该是你自己写的吧 就是从做家务到什么抽烟 个人卫生 还有在外面跟别人交往 你很希望通过各方面的良好表现 来换取妻子的一片心 换取一个幸福的家庭 所以就像你说的 心是好的 但是这里面只有一颗好心 其实一个家庭同时 一定要考虑到双方的心 要两颗心 两颗心在家里面都被对方 呵护 关注 照顾 这个家才是真正的幸福的家 只满足了一颗心 另外一颗心是很疲惫的 所以很希望把里面这一种好心 阿阳下去 但是方法要改变过来 是吧 所以最后给李先生提几个建议 好不好 第一 学会清空历史 清空不是遗忘 腾出空间给未来 第二个 学会关注对方 而不仅仅是自己的想法和祈求 每一个人在爱的面前都有祈求 要互相关注 第三就是成熟一点 稳定一点 生气很正常 矛盾很正常 但不能让别人看不懂 你生气 对方能懂 他就能够包容 他看不懂 他就没法忍受 他对你的要求并不高 你学会从他的世界出发 然后找到他的需求 就可以点亮他的心 好不好 他想要一个苹果 而你却给了他一整香梨 你被自己感动得五体投地 却忘了他要的 仅仅只是一个苹果而已 学会读懂对方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感情才能更加融洽升温 密室环节随即展开 在密室里 李先生也意识到 自己的爱表达得过分了些 可是他的反省又带了一个新的麻烦 他开始对自我人品产生了怀疑 我就想知道 是不是说我的人真的无药可救 还是说我特别真的就混蛋 还是压根就不是个男人 我真的很想明确这一点 到底是我老婆还值不值得 跟我在一块过 所谓盲区 是我没有认识到的那个点 可是当我们认识到以后 不就翻牌吗 我们人很容易陷入一个盲点 就是觉得当下的情形 就是对我整个人的一个态度 比如说他当下是抗拒 可是当你们关系好 就不是这样 对不 不要贸然受情绪环境影响 而去贬低感情中积极的因素 对自我应保持信心 此外 李先生对于因自己的性格缺憾 影响到今天的感情生活 觉得非常委屈 我的理想当中就是 我要对我身边每个人好 很好 但是我的愿望不是错的 因为过度的缺失的这种 造就着我的性格就这样 对的 但是不能说就这样 我的人就说不脚踏实地 或者我幻想 那能怪我吗 我们不能说因为 我有那么一段早年生活在那里 然后我现在就 然后就躺在那早年生活里 不改变吗 我相信你也不是这个意思 对吧 我们的人生是要我们自己来负责的 就是说虽然早年有缺失 但早年的缺失是可以通过自己来弥补的 你爱你的儿子 爱你的老婆 都可以的 因为你通过爱别人 可以让自己有那种爱的感觉 对 缺憾有时是一种智慧 李先生内心的缺憾 也可以通过往后对亲人的包容和陪伴 助就更加温馨有爱的家庭关系 此时妻子王女士正在密室另一边 同廖喜遇进行交流 因为安格拉夫他做不成的 他没有缺 你一定要记住 千万不要讲 你终于认错了 不是这样的 那我不法 你要学会这样讲 夫妻之间的这种相处模式 都是要相互的 爱是相互的 关心包容一下 都是要相互的 以前我总认为是丈夫的错 丈夫也认为是我的错 今天我明白了 你千万不要这么讲 今天你终于认错了 这句话又成炸弹了 他不能接受 改变方式你愿意吗 夫妻之间 有时候也需要互相给点面子和台阶 相互尊重 懂得自我反省的关系 才能融洽长久 此时密室另一边的李先生 向蔡建宏表达了一个 他内心最在意的点 渴望妻子能做调整 现在我唯独接受不了的就是我爱他们的时候 就是我是真心的 我真真确切是真心的 对的对的 但他们老是说我在演戏 因为你给到他的东西 他觉得不需要 就像你给他换个手机 他不需要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装 因为他理解不到你对吧 我们都知道你是真的 我们尽可能给到别人所需要的那个爱 就是说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比换一个手机更重要 我明白 我能听明白 你能听明白 所以咱们就去做他认为更重要的事情 也许李先生 只有领悟到妻子想要的生活 不是浪漫和惊喜 而是普通和安稳 他才不会再有这种 付出真心被踩在脚下的感觉 带着他的想法 蔡建宏去到了王女士身边 确实是他做很多事情 其实跟他的经历有关系 就我好想跟一个人 就好想跟你有很好很好的关系 他内心这个渴望很强烈 跟他的成长有关系 但是因为你受不了他的很多的行为 对吧 你要搞清楚这两件事情 演就是我做给你看 我心里不想这么做 这叫演 对不对 他心里一定是想这么做 一定不是演 这个我做为一个旁观者 我可以这么担保 只是说他这么做呢 有他内在的自我成长的一个需求在里边 他这个东西他人家也看不到 你知道吗 所以作为我们来说 我们就接受啊 至少不去反感他呀 是吧 学会接受丈夫的好意和真心 用爱去治愈他不快的童年 这样家庭才能一步步向善向好 密室结束后 回到调解现场 夫妻俩会有什么改变呢 老婆 这么多年来 我原本一直以为我对你的爱深的 为你付出了很多 原本能以为你会理解 但是经过今天接牌调解 我才明白 原来 原来不是我的心是错的 而是我的方法就用错了 没有能和你好好的商量 几位老师说的很对 爱是彼此互相尊重的 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会好好地尊重你 好好爱这个家 什么事都和你好好的商量 以后 以后还是那句话 我挣钱 你管账 家里全部都你负责任 最后呢 为二位送上我们栏目组提供的豪式面包 豪式面包真材实料送给二位 谢谢 调解最后 夫妻俩指手四目相对 一番温暖的话语融化了心中许久的积怨 愿往后的岁月里 李先生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他要试着用对方喜欢的方式去表达爱 有时候细水长流的陪伴和脚踏实地的单泽 比烈火烹油式的爱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